我寄两个公案给各位听 你就相信说痛苦 当然那个身体他会守不得 为什么 就像一个人你皇子住了八十年了 你突然间给他请出去说 这个皇子请你离开 他打死都不出去啊 道理是一样的 他已经习惯八十年了 所以我都跟王泽说呢 这个皇子不行啦 裂开了 我们像墙壁会有 会潮湿叫臂癌 那么这个皇子快倒塌了 不能住了 这皇子要改建了 我都用这样跟他开示 那我就告诉王泽说 你就好像脱掉一个衣服一样 轻轻的把它脱下来 所以这个神事呢 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追思 圣中追眼 因为他很清楚很明白 祖师也没有孝顺 所以为什么临终光里面讲 不能马上给他送冰库 为什么 入寒冰第一 我刚刚讲过 他神事物什么知道 我几个例子给各位听 有一次有一个人 王泽 他糖尿病 他脚忌断了 他本来一辈子就是很苦 很穷 他便没有多癌症 那送到呢 我们这边 第三殡仪馆的时候在三峡 在助练 那我在后面助练 那前面有个师兄跟他讲 所以我刚讲说 那个探温法不能随便说 他就跟他探温 住练晚上就跟他探温 我在后面听 他按照他的肚子那边腹部 就温温的 哎呀 某某师兄不得了啊 你不能个万年放下 那你肚子温温的 那就到恶鬼道去啦 他眼睛睁大大的 嘴巴开开的 脸色苍白 你怎么办 那我那时候他讲的时候呢 我在后面说 啊 惨了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后来他女友就拜托我 他说 黄师兄拜托你跟我抱抱说话 他头都被又盖起来了 那我就开始又说话了 我就一直说 说禁度的殊胜啦 那这个世间呢 活头跟我们讲苦空无产无我 苦苦坏苦辛苦 我都一直讲苦 我说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一辈子受苦受烂 糖尿病 最后把腿剂掉 最后要洗肾 最后躲着癌症 我说你一生都是苦 辛苦辛苦病苦 我就跟他讲 后来他说 你这个时候如果花 菩提心的求生极度 还来得及 说到后来我自己都快哭了 他不哭我都哭了 他大概被我感动了 我就一直给他安慰 一直给他鼓励 最后再把他注练 一段期间 托鲁尼被掀起来 眼睛闭起来 嘴巴合起来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是王者 那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断气 他心事很清楚 是吧 我们第一章记里面讲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要舍离的时候 真的是很不容易 讲是很简单 做那就很难 除非你是一致十字 有位师姐专门跟人家注练的 他是单亲家庭 生了一个17岁的智障儿 他要走的时候走不开 他什么都放下了 就这个智障儿他放不下 为什么 他一直想说 如果我走的时候 他怎么办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牵挂 那个牵挂就绑住你 广经老和尚讲 你只要贪得 人间一枝草 王生就没有混了 那旁边代共修的那个师姐 就跟他讲说 哎呀 某某师姐 你这样不行 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会堕落了 他被他责骂到 病人也不想练活 他不晓得他在想什么 他就跟旁边那个师姐讲说 不然话你来躺这里 整个注练团 大家都眼睛睁大大的 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他们就去 生智慧了 就去找道政法师 道政法师 专门在做灵状关怀 还有病人的关怀 他就来了以后 就握住他的手 他说你这双手呢 平常这么辛苦的修六度菩萨行 为谁辛苦 为谁忙 他听到师父这样开示以后 他配合佛号以后 他心柔软下来以后 眼泪掉出来 他说为众生为佛法 那师父就跟他讲 回归哪里呢 他说回归极乐世界 他说那就对了 然后师父就帮他按摩 好 双腿 他说这两只腿呢 为众生辛苦 为众生忙 究竟为了什么 他眼泪又掉下来 他说为众生为佛法 为菩提 为生净土 那师父就说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合展来练佛 师父帮他手按摩一下 腿按摩一下以后 再跟他开导以后 说佛法以后 念佛以后 三十分钟以后 往生了 安详往生 往生前 师父跟他讲他最牵挂的事情 他说你就安心的跟佛 阿弥陀西极乐世界 你小孩的问题 我们会帮你处理 我们请社会福利机构 我们请政府来关心你小孩的事情 交给国家照顾 交给社会福利机构来照顾 你安心的去其他世界 你去 你才有办法 忽略你这个智障儿 你没有去 这个 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自顾不暇 你也救不了他 后来书家跟他说佛法以后 他就安详往生了 所以临终观伏很重要 华обр